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话 今天我要和你们讲一群美丽且神秘的女人的故事 指缘的女人们 Setsu na kumo, hokori takaki, monogatari 首包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借缠头 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愉不谈愁 这是日本杂诗诗所描述的日本富士佳人,伊吉 这个从江户时代延续至今 间距美丽与神秘的身影是日本一种引人瑕疵的代表 更是日本古风神韵的象征 时至今日,京都的东山,八板神圣门前 日本最大的花街,京都紫园 在不足一平方公里,被称为花间小路的狭小街区里 几十家茶屋临次致比 约百余位伊吉依然生活在这里 每当夜色降临开宴时分 茶屋内,伊武技们便于观而入 伊吉是磨练歌舞技艺,拥有在夜席间代课专长的女子 而武技则是还未成为伊吉尚在禁秀中的少女 他们卖意不卖身,不接待生客 在层层神明变伤背后,有着种种的轻规戒律 比如,前辈后辈姐白金兰,必须一生一姐妹相待 比如,一切以记忆为本,必须不断,末龙底底 又比如,必须拥抱美丽 紫园则是一级这样的粉袋嘉丽,款待精英男子 让人在那干美梦军中,片刻沉迷的温柔香 她点击美女士,是紫园最受人惊夢的妈妈 她只长着一家创业于江湖时代 已有200年历史的茶屋,赴美代 微服光顾的都是各级名流,艺术大家 是紫园首屈一指的老店 做爱第八代女店主的她,今年已经77岁了 赴美代家出生的女孩子,代代女巨母业 终生受家归的严格束缚 长女继承家业,女店主不得结婚 要么未婚产女,要么领养养女 前代女店主也恪守家归,未婚生下了太田太太 在她眼里,母亲是个非常严格的人 让她寂静又怕 她一辈子都在用敬语和母亲说话 同时,母亲也是自己的榜样 言语律己,用君心思让客人冰之如归 茶屋的日常工作是接待客人 给客人准备宴席和表演传统异级歌舞 陪客人喝酒聊天,让客人开心 而能再富美代登堂如实,乃是名流的证明 无论头衔多大,在纸员也没用 没有首课介绍,开价多少钱,也不得亲满而入 茶屋女店主的重要作用 便是根据来宾的偏好和目的 挑选出最适合的异级作陪 身为女店主43年 她所到达的一种境界,就是把客人当作心爱的恋人 诚情诚意,奉献所有 创商宴席的,全是一流料亭送来的 奢华至极的怀饰料理 不过,泰田太太有时也会让客人品尝自己制作的佳肴 此时,再厉害的人物也会成为女店主厨艺的福禄 时至今秋时节,泰田太太用秋色装点宴席 客人们与粉带逻辑的异级对着一杯 隐蔚身为男人的幸福沉醉与温柔的梦境 妖媚的氛围开始在酒期间弥漫 异级在表演名为黑发的传统舞蹈 描写的是失去恋人的女子独手扣房的寂寞 纸缘的女子同样不可以结婚 结婚之日便是离开纸缘之时 纪律的目的皆为全身心侍奉客人 泰田太太也是一出生就注定了第八代继承人的命运 同龄的女校学友们一个个结婚成家 她则放弃了拥有自己的一个小窝 里面摆上喜爱的白色家具的梦想 在21岁便当上了女店主 立志以顾客为终身伴侣 传统背后的牺牲 歌舞双篇后的云淡风轻 依资源世界孤儿而赶上的他们 把这称之为宿命 秋燕结束后 泰田太太还为客人安排了特别的节目 她把参拜客走后的红叶上帝高台寺整个包了下来 和一斤一起陪同客人观赏 如火但风云一夜吃 这一年中了了数日才得一见的景色 看着客人尽兴而归 她开心地说 无法想象如果结婚嫁人 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她一出生就在芷源 从来没离开过 也许在这里才能豁出自己的本色吧 一月 芷源的异集和武器们全体出动 呼之新年的问候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他们最希望的是喜欢的客人 能请守卫自己发财上的鸽子 划上眼睛 因为他们认为 让自己喜爱的人划上眼睛 就会喜结良缘 是的 芷源的女子同样渴望爱情 虽然只要身在这里 就不可能拥有普通人的幸福 真生小姐是芷源首屈一指的人亲一人 美貌加上他田太太清传的礼仪 开朗和机智 使她成为了各大宴席 千金难寝的大红人 她和后本们一样 在很小的年纪跌开了父母身边 开始输出生活 在茶屋沿西学艺 前修待课 把青春全部献给 芷源生活已超过了15年 虽然决心在这里谋生 但也不想放弃结婚 也是在这种恐恼中 犹豫不决了15年 对她来说 虽然还不能说 决心在芷源工作一辈子 但此时此刻 比起结婚当妈妈 她更想像自己 曾经一直仰恶的那位姐姐一样 做好每一场的演出 获出自己的精彩 今年正值赴美大开业200年 大田太太必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那就是 是否要把时代相传的女店主之位 传给女儿芷美 芷美是大田太太31岁时 未婚产下的独生女 生下芷美是在45年前的冬天 当时大田太太 与一位小的4岁的男过客 坠入了情网 一男方坚决要求结婚 遭到了母亲强烈的反对 意外怀孕后她离开了芷芸 决心和情人共同生活下去 但第二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 独自一人生下女儿芷美 在母亲的劝说下 又回到了赴美代 为了让女儿能享受到 自己无缘体验的青春 实现自己曾经的梦想 大田太太在女儿20岁时 鼓励她去到欧洲留学 以此为契机 芷美回国后于是三年前 在芷圆成立了一间 前卫的艺术画廊 如今 芷美虽然跟着母亲学习 茶屋的经营 但她始终又与客人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每天的工作结束后 便转身离去 回到画廊 对于她来说 茶屋是各种制约中 无可逃避的责任 画廊则是能随心所欲的空间 芷美明白 自己命中注定 要当店主继承家业 但已经领略了 精彩分成的大清世界 如何能甘心于 法威的束缚人生 她承担着 却也在纠结着 而这也正是太田太太 只是为能下定决心的地方 若遵照家规 理应有执美承袭 但女店主的工作 没有决心无法胜任 教育她的工作 虽能甘心力量地完成 但此刻的她 尚缺乏全身心 适逢可人之心 很快又到了三月 京都迎来最热闹的季节 一级舞及全体参加的 京都歌舞节即将举行 平时因继续深刻 而难得一见的华丽舞蹈 也在这围棋三周的时间里 向普通民众开放 作为总管指缘女性的 行会会长的太田太太 是这项重大活动的 筹备负责人 不仅要注意舞台排练 还要向各大老店 推销歌舞门票 她自嘲自己不是 卖火柴的小女孩 而是卖名票的老太太 索性只要太田太太亲自 登门 一切事情就好办 一天跑了十五家老客户后 六百五十张门票 便细数收庆 歌舞节开幕了 太田太太拖着皮肋的身体 来到会场 向来可一一致血 京都歌舞节 是她主要人生的精神之助 四十五年前的冬天 她选择的指缘 放弃了连人 此后一直在苦恼 这个选择是不是错了 是随后给她留下了 极其深刻印象的 京都歌舞节 让她觉得 指缘才是自己的 安身之所 人生之路 终于 奔波劳累的三周结束 就在大家都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连人的操劳 使得太田太太 突感身体不适 脚痛素急的复发 可是雪上加霜 在做完 切除腿部动脉瘤手术后的当天 她依然想强撑着 去和客人碰面 在女儿直美 语气强硬地说服 和随访人员的劝说下 她才拖着病腿 她旅游洗色地 回卧室休息去了 执美匆速上阵 带领女店主 虽意外状况不断 但最终 尽力一一解决 她田太太看到 这样的执美 居心问又心疼 但50年的宴席工作 77岁的身体 承受的负担 已接近极限 是时候下定决心了 在赴美代 开业200周年的酒会上 她表达了 对历代顾客 一级武器们的感激之后 向道场来宾宣布了执美 将继任第九代女店主的事情 而执美 虽然自觉 仍不如母亲那样坚强 还尚无信心 能胜任女店主重责 但面对 200位老客人的 衷心祝福 也下定了决心 将紫园这个独特的室外桃源 不同于普通社会行良标准 与世隔绝的异次元世界传承下去 新旧交替 如夜落又新生 200年的青年背后 新一代的紫园女子 即将书写属于她们的 感伤而故高的故事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在YouTube 哔哩哔哩 订阅小樱花 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分享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